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标题上面写着 如果你因为害怕失败 而不敢尝试的话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不论是你或我 其实都会有一些时候 我们可能觉得 担心 或者是所谓的 再更强大一点点 就是害怕 让我们裹足不前 有的时候是工作的机会 有的时候是什么 是你可能喜欢的对象 你可能就错过了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老师今天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 来跟大家分享说 到底害怕失败 而不敢尝试 有什么样的策略 或者是步骤方法 好来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内容 首先一开始先跟大家讲 就是说 其实害怕失败 本身就是一件对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 当然各位 我不是要叫你正向思考 我讲对的事情 其实它是一个合理的事情 因为害怕的情绪 本身就是要让我们 避开某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害怕失败 其实背后的意思 翻译一下 就是什么 就是避开失败 那我问大家 避开失败 当然是好事 怎么会是不好的事情 好 可是呢 当我们避开失败的时候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也同时避开了成功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害怕失败 是开始 有没有 如果是我们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这个 因为害怕失败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一些 模式 我们会什么 挑一些比较安全的做法 比较保险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害怕失败 而不敢尝试 那你就同时避开了成功 好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 因此害怕失败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要把这个害怕失败 其实转化成什么 你害怕的是机会 各位 这个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当我们对一个词的解释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 其实也会跟着怎么样 有一些改变 然后呢 甚至我们的情绪呢 也会受到影响改变 好 来 那我们就来看了 什么叫做机会呢 好 其实就是有可能失败 也有可能成功 各位大家同意吗 对不对 好 那么 就是说大多数的人 跟你说 你应该好好分析 因为如果今天 真的这个 失败的几率很高 那当然 你如果选择不去尝试 其实也是合理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好 我们都会讲说 如果有50%以上成功几率 那就应该要冲刺了 对不对 可是 麻烦的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 或者也有人要你分析 那失败会怎么样吗 对不对 好 如果假设失败也不会怎么样 即便他的失败几率很高 那你还是可以去做 所以这就是大多数人 鼓励你去尝试两种方法 第一个告诉你 诶 分析 然后呢 如果成功的几率 有达到某一种程度以上 你就去做吧 或者是分析 如果失败了 会对你怎么样吗 如果不会怎么样 你就去做吧 好 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当然是一种 鼓励我们尝试的一种做法 可是呢 好 好 来 那我们来看 可是这些方法都是对的 但是你还是有可能会停滞不前 为什么 举例哦 就算有99%的机会 可以这个成功 有1%的可能性可以失败 会失败 但是你还是怎么样 不想要失败啊 你还是会再三犹豫 然后想到那个例外 或者是说 这个你意想不到的状况 各位 你这样了解那意思吗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到 因为你没有解除你心里的警报 那我们今天我们来谈的关键点 就是你依旧还是害怕失败 那么根本的问题呢 就是很可能会失败 这个很可能会失败的关键点呢 就会让你害怕它嘛 对不对 所以先给大家一个观念 当你害怕失败的时候呢 其实大多数的时候 是真的会失败的 好 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好 各位 就是其实我们人都有警觉心 都有直觉 而且有时候这直觉是很准的 换句话说 即便呢 只有一点点感觉怪怪的 其实你都应该去注意 我们内心直觉很准 那更关键的是 当你害怕失败的时候 你的行为就会退缩 那么你的行为就会退缩的时候 即便你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你也没有真的尽全力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因此最有效 克服害怕失败的方法是什么呢 好 就是不让自己有机会失败 好 也就是要一定会成功 那你今天说 老师啊 怎么可能会有一定成功的事情呢 好 来 所以各位伙伴 你现在有想得到 我要怎么来给你诠释这件事了吗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怎么样让成功怎么样变简单 首先你要先明白个道理 其实成功是无数的什么 所累积的呢 好 各位亲爱的伙伴 好 稍微动动头脑 你觉得这个答案会是什么呢 你会怎么填写这个答案呢 成功是无数的什么所累积 我相信呢 好 大家可能会说成功是无数的失败所累积的 成功是无数的经验所累积的 好 但是呢 各位今天老师要跟你讲 真正的 真的标准答案 我没有骗大家 各位 是有一个标准答案 其实成功是无数的成功所累积的 什么意思呢 你今天你完成一个目标 其实前面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过关展奖 度过了某些关卡 你才有办法走到这个最后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在我们成功之前 我们前面一定有怎么样 举个例子来讲 你顾客要成交 你要不要先成功约到对方 对不对 好 你约到成功约到对方 你是不是要愿意先听你解说产品 好 愿意听你解说产品 你是不是要让他愿意怎么样 分享他自己的困难处 他自己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在我们成交之前 如果你有听过老师分享那个成交的艺术那本书 你就知道我们要取得十项承诺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要经过很多的小成功 你才能够得到最后你所谓的真正的 你要的那个成功 好 所以呢 才会由你所定义的唯一成功 因此要成功本来就不是难事 我讲的要成功本来就不是难事的意思 就是说 各位 其实前面的这些步骤过程当中 并不是很困难 但是你要走到最后要经历很多个 OK 好 所以呢 甚至呢 他应该是必经的过程才对 来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今天就要教你 让成功变简单的三个法则 那当然呢 其实最主要的关键点 就是要让你怎么样 不要害怕失败 好 来 那我们就来说 第一个叫做蛋糕法则 为什么我把它取名叫做蛋糕法则呢 因为我们英文叫做 A piece of cake 叫做 简单 小事一件 所以呢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 这个 我们讲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像切蛋糕一样 切成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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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好 如果假设今天要成交 要经过十个历程 各位 我们常说成功需要缜密的计划 那么计划其实也就是步骤化的意思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把你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有流程 要有步骤化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所谓的步骤呢 也就可以视为是一种成功的里程碑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只要做到什么就算成功了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们今天要邀约对方出去 那我们只要让对方愿意接我们电话 就算成功了 各位可不可以呢 所以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各位 你取得成功就很容易 你也觉得 嗯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你就很容易开始 好 你记住 蛋糕法则就是要你把成功 更细分成不同的阶段里程碑 例如打电话邀约 我刚刚讲了 只要对方接几电话就算成功 那么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因此呢 你就会让开始变得容易一点 各位这样听得懂了吧 好 来 第二个法则叫做科度法则 什么叫科度法则呢 好 各位 我们常常往往会把成功跟失败 把它定位成零跟一 但是如果今天没有失败呢 好 各位 如果我们今天成功失败 用科度来衡量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很明显去分辨 到底怎样叫成功 怎样叫失败 我们应该零跟一中间 要有很多的科度 好 如果没有失败 就是只有一到十分的成功呢 各位 你听得懂老师这句话意思吗 所以我们今天跟对方 在互动的过程里面 我们今天来面试 那我觉得 我们今天成功了三分 好 虽然最后面怎么样 可能没有得到这份工作 可是我们今天成功了三分 那这成功了三分 是哪三分呢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如果你这样思考的话 你每一个经验 都有可以被萃取出来的价值 在里面 好 来 当对方比如说举例嘛 如果对方带着犹豫的感觉 拒绝你 那就是六分成功 好 你只好开始让他犹豫了 所以你现在懂了吗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你的这个 我们讲说你的尝试 就只有成功 没有失败 好 各位 也就是提高你看事情的解析度 例如生气有不同的层次 对不对 我们讲说这个有震怒 有违韵 就是有一点点生气 这个 有这个不同的层次 那你就是要像这个 磕度一样 温度计一样 把它细分出来 你的情绪不应该只有零跟一 不是每次就只有 我很生气 有没有 OK 好 那到底这个生气的程度是多少 好 如果你能够有磕度的话 各位 好 举例 如果不知道对方是否会喜欢你 那就先让他从感兴趣开始 也就是说喜欢你没有分很多的这个程度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先从感兴趣开始 来 把每次的结果用分数来表示 意味着无论如何都有成果 所以呢 只要你今天有做 都会有成果 我刚刚讲过了 你都可以催炼出 从这个宝贵的经验里面催炼出来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最后一个叫做预言法则 各位 那什么叫做预言法则呢 其实你也可以说这个预言就是你的断言 那你的断言其实呢 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预言对方会如何拒绝你 就会带来两种可能 好 第一种是你的预言成功嘛 对不对 那也就是一种成功啦 或者是你的预言失败 但是就表示结果是成功的 所以你可以先做这个预言 然后呢 先说出怎么样 你觉得 对方可能会最糟的情况下面 会是怎样子 好 那当然呢 各位 我更喜欢的预言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更喜欢的预言是一种 另外 我们讲说重新诠释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假设今天 我们的目标呢 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要让对方 被我们说服 而是 比如说我们想要销售嘛 那我们会觉得 其实我们重点是要去了解对方 那如果想要去了解对方的话 各位 当他讲出他的拒绝 他的抗拒 是不是也让我们了解他现在的状态 那是不是就是一种成功呢 所以想象一下 如果假设今天 我们改变一下 我们的这种内心当中的目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 来诠释我们要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对方生气 对方难过 对方拒绝你 甚至各种状况 其实呢 各位 有可能你可以诠释成 那就是你想要得到的结果 所以这种预言呢 其实除了我们预想要的画面 会出现什么之外 最重要是我们重新诠释一下 我们真正想要的成功是什么 各位 所以你开始了解了 也许你重新定义你的成功 不是功成名就 而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就会发现到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都能感受到它的价值 于是你当然要赶快出发 你就不会害怕失败 这就是老师今天想跟你分享的 那我们还是鼓励大家 不管怎么样 其实呢 就是你要开始行动 开始尝试 好来 所以你发现了吗 解决害怕失败的方法 就是每次失败中 都能够提炼出成功的部分 各位 其实呢 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你每一次都有成功 来 不要老是检讨自己 为何失败 各位 那么你就会越来越害怕失败 但是呢 如果可以去计算 这次又成功了几分 这次又得到什么 你就觉得自己有在往前进的感觉 那么终将有一天 你会累积到 那个所谓的 需要 我们这样讲 就是最后的成功的那把钥匙 或者那一个能力 好来 培养出自信 才是克服恐惧的最好方式 是的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自信呢 绝对不是怎么样 只是一直跟自己讲 我可以 而是必须要累积一些实战的经验 所以呢 它是相辅相成的 好来 今天每日力量小语呢 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结束的时候 才需要检讨失败的原因 也就是换句话说 当我们要去检讨 为什么失败 其实表示这件事情 已经结束了 好 没有机会了 好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是要持续的话 就请你把焦点放在成功的进度上 也许我们还没有走到最后的终点 但是我们每一次的付出 一定都有带来某一些进度 某一些 我们这样讲了 就是有这回馈的 好 各位 这就是老师今天早上 想跟你分享的 大家早安 好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